我實在是最近特別感受特別深 各位在請教一下鄧醫師 我有一種狀態是這樣 就是一直打哈欠 其實身體是很累很累的 可是一直打哈欠想要睡覺 可是睡不著 而且那個睡不著是一直滑膊油 你知道嗎 打哈欠滑膊油 睡不著 我跟阿公很熟 沒有 那個人不是說那個白心 那個白心 滑膊油比較白心的意思就對了 其實人家以前都這樣講 像這種狀況 其實我想如果去看 累到滑膊油 如果鄭大哥去看身心科 或應該我們會請你 就定期做放鬆練習 放鬆的運動 就是說放鬆有很多 那一般人都會說 我們以前有那種錄音帶 就是什麼促清示範一下 請你雙眼圍閉 然後頸部放鬆 肩膀下垂 然後什麼腿部什麼自然分開 什麼什麼 然後就說 你現在從頭部開始覺得暖暖 媽媽 你現在覺得很放鬆 非常放鬆 更放鬆 你已經完全的放鬆了 就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有很多同事 這樣組織節目不錯 有那個路 我們其實有些同事夫妻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是互相念那個 那個放鬆 然後睡覺 可是你會看到有些 變得很好笑 他就跟你說 我很放鬆 我很放鬆 我非常放鬆 你不要再說我沒有放鬆 可是你覺得他整個人 就是很緊繃 所以你就請他坐在椅子上 跟他說放鬆 然後他說 我已經完全放鬆了 好嗎好嗎 我已經完全放鬆 可是他整個姿態還是這樣 那這種人你可能 他就是沒有天分 所以他在整個人學這種放鬆的時候 就是剛剛素卿一開始示範 你就請他乾脆繃緊好了 就說好吧 那你就繃到最緊 例如我們常常這邊 會影響肩頸無法放鬆 你肩頸如果沒有放鬆 你再睡再跪的枕頭 你也睡不好 因為你這裡是緊的 你就沒有放鬆 所以血液的循環 它下來這邊卡著 這邊肌肉緊繃 你頭部血液循環不好 所以我們要放鬆這裡的時候 就請他們這樣 這樣 弄到不行 整個放下來這樣 這個是說起來很醜 大概只有我跟醫生 願意在電視上做 因為你什麼雙下巴 什麼通通都會繃出來 但是你就是讓它繃 因為繃到很痠痠的時候 肌肉沒有力氣 你繃最緊是什麼狀態 就是整個這樣撐起來 然後會抖 然後會抖 然後抖到不行的時候 很痠放掉 你看你這個整個下降到很低 可是像我們常常在練放鬆 我們不用這樣繃 我們自己也會放鬆 可是有的人 你要讓它繃緊再丟掉 然後就像手也是一樣繃到最緊 然後再放鬆 你會覺得這邊重重的一股流過去 就是你可以長期這樣 知道什麼叫放鬆 我以前採訪過那個催眠 我打擦不好意思 他講說怎麼放鬆 其實放鬆是可以寫起 他說怎麼放鬆 這樣子來 然後你手 這樣子 你感覺就是這樣 對其實那個就是 你感覺鬆 然後你會覺得 那我肩膀是不是也應該 這樣子 對 我們會幫病人弄 例如說這樣子叫你放鬆 你這樣這樣就 沒有放鬆的人 這樣真的放鬆 就是我會跟你說 我會接著你 你不用動 你接不然放鬆 這個可能就優秀一點這樣子 叫它放鬆下來 就是它可以這樣子 這樣 這就是一個鬆的程度 這樣 其實這個大家自己可以練 國外更好笑 像我聽過很多 因為美國都有那種 心靈自助專區 你去書店就很多 它裡面的那個放鬆音樂 也不只我剛剛講肌肉放鬆 它還有一種是說 你做得很好 你很棒 你很對 我們都喜歡你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這樣子會放鬆 要肯定它就對了 還有一種屬羊有沒有 後來我問了英國人才知道 他們英國人的屬羊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一隻羊 兩隻羊 三隻羊 沒有 他說這樣子不行 你要一隻羊 兩隻羊 兩隻羊 三隻羊 三隻羊 你們不要再 你們不要再 你們不要 你們太累了就睡著了 不要再數羊 羊很可憐 晚上都一直跑步 他們也失眠 你知道之前 澎湖不是有發電廠嗎 發電廠附近 就是風力發電 然後附近有一個養羊的農夫 他就說 他的羊 自從那個發電廠來了之後 他們到了晚上睡不著 都一直瞪著那個發電廠 因為他就在很大聲 就是嫩嫩嫩 他說一年內死了三四百隻羊 因為他聲音很大 他睡不著 他就一直看著 然後就失眠 他失眠之後 他就死了很多羊 所以大家不要再數羊 他們晚上也要睡覺 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睡眠 不是 我聽完英國人講完 我說這樣會容易睡著嗎 我大概第十二隻羊 我就忘記我死了 就想到是羊肉爐怎麼知道 其實那個惠文講的那種催眠 其實我都給人家做過 還有一種叫心理療程的 就是他放音樂 然後叫你放鬆 然後他就會說 你現在是不是很舒服 然後你是不是很輕飄飄的 那你是不是覺得你很快樂 我告訴你 從頭到尾我都很清楚 那你不要比較快 你不要比較快 你就沒有放鬆 所以他完全這樣 浪費很多時間 40分鐘我就覺得 我都還是在這裡 那你有沒有輕飄飄 我明明躺在椅子上 我要輕飄飄 你講那個催眠也是一樣 我人家說20分鐘的催眠 就可以到另外一個境界 可是我完全都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我覺得像香花姐這種狀況 就是說它是屬於基礎焦慮度 已經變到很高了 所以可能就要先供你的焦慮 我現在是不是要做到神經科 沒有 其實很多身心科 它會用 它其實要先找出你說生活中 而且像我覺得你的問題 是應該有很多過去經歷的事情 其實你沒有做完宣洩 所以很多東西就造成你習慣性 想事情就會往緊張的地方去想 那其實像有一些輔助的醫療器材 就是測你有沒有放鬆的時候 例如說測你的指溫有沒有上升 因為放鬆的話 就是肌肉比較放鬆 血液循環比較好 那個表面的溫度會稍微提高一點點 那個不是你用一般體溫器 有什麼耳溫腔 耳溫腔可以看得到 它就有比較微細的 那還有一些可以就測量 你心跳的狀況 呼吸的狀況 真的你自己完全對放鬆 都做不到的時候 可能就要到醫院去 進行這種生理的東西 對 因為我剛才講那個羊的事情 就是說 有些人真的覺得說 失眠這件事情 其實它不只是影響你的整個心情 其實對健康影響也很大 我印象中之前有幾本書 在講一種很奇怪的疾病 叫做什麼自子性的家族性的失眠症 然後它是一種 就是它是一個遺傳的疾病 然後很奇怪就是說 他們如果遺傳到那個基因的人 他因為有一些蛋白質分泌的問題 然後他們 這些人他們一旦發病的時候 就會開始 一開始就出現睡眠障礙 然後你知道這本 它那本書的名字 就是一個睡不著的家族 他們那整個家族 都是可能到了發病的年齡 他就開始出現短期的睡眠障礙 然後無論如何努力 他就是睡不著 無論用什麼藥物 有一點點改善 然後就一直睡不著 然後大概持續平均 大概15個月之後就死掉了 因為他就會開始入眩再出現其他的精神症狀 比如他會開始就是嚴重比如說憂鬱 或甚至有一些認知的障礙 然後行走上的困難幹嘛 15個月全家 就是他只要遺傳到那個基因的人 然後他就出現這樣子 然後到了一定的發病年齡 他就這樣 他是如何怎麼樣就是睡不著 所以他最後的死因都是什麼 他們現在就是說不知道說 他的死因是因為他長期的無法睡眠造成 還是說他的蛋白質也破壞他腦部其他的部分 所以他最後都是類似像不明死這樣子 那其實我知道很多人失眠久的時候 是有點變像過勞死或心肌梗塞 其實很多人心肌梗塞 死前追溯起來就失眠 如果長期吃安眠藥其實是一定會依賴 一定會有產生依賴性 所以應該是說 應該是要把用腦的狀況量稍微減少一點 其實很多人的問題都是這樣 他就是說我的工作跟生活型態 要負擔現在的狀況 然後我一定要用這麼多 那就是要去把它減少 可是有的 所以你意思是說工作量要減少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的健康已經 你覺得有相對在付出代價的話 所以就是要用你賺的錢 把健康買回來的意思 那再來就是 有些人他不是滿工作是高敲還 就是想一些沒有用的事情這樣子 那些事情當然你就是要去減少它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剛講 找你的原因 你是作息不對的 睡眠習慣不對的 吃的東西不對 那有很多台灣人吃的東西不對 你知道我們很多上年紀的爸爸媽媽 白天忙忙忙的 早上就去運動去團體 然後白天就摸這個摸那個看電視 然後晚上又弄完 他是要睡覺之前 床頭一排的補藥 吃魚油 吃維生日瓶扇醇什麼 這個有的沒的全部吃 可是這裡面可能很多是有B群的 會讓你精神更好的 有提神的 所以他晚上就睡不著 睡不著他就說我真是 過來買更多 然後床頭 有沒有我去看過很多老人家床頭 阿法 β 加碼 什麼都有 然後那個 我是建議大家說 吃補藥的時候最好是 早上除 而且大部分可能要在早上 這些都改好了 看看是不是你真的有焦慮的問題 要調整像我剛剛講抗憂鬱之類的藥物 然後慢慢來減安眠藥 是 好來我們先休息經過的報告